很難得在晚上跟大家講解一下拉架的鏡頭 今天就來到一個商場 晚上的環境,很舒服的 大家吃完飯,洗完澡,聽我說一下故事 這次講的是什麼呢? 講一個90mm二光圈的鏡頭 有幾支介紹給大家 其實當初,92mm是第一支 很多書都沒有記載 這支是40年代生產的 當時是加拿大出的,叫Midland 這支好像當時打仗的炸彈一樣 是很重的,很重的 最特別的一件事 它的鏡頭其實是紫色的 很少鏡頭的鏡頭是紫色的 如果你不太知道,你以為是 做過其他手腳 其實不是的 這一個闊的鏡頭 全部都是紫色的 而且它的罩也是很有型 是這樣的 而且可以倒轉吸,也是省下位置的 好像看這張 那些樹影是成輪葬的 而且綠色是很脆綠,很舒服的 而主角的膚色也是很白 白淚透紅,很自然 雖然這支是一支老鏡 但它的銳利度也不會很差 你看到,就算是眼一毛 那些細緻位置 其實是能夠給予你的 而一支老鏡來說 其實是相當不錯的 這支之後 其實就出了一支叫大頭狗 這支其實是相當值得用的 幾千元,但效果絕對是不會差的 你不要覺得它是便宜 那就可能會是差的 只不過是因為當時 產量真的太多了 變了空球比較多些 價錢也是便宜一些 這支的散景是比較有趣的 譬如說你後面有些草木 它出來的效果 會是好像水墨畫一樣化開的 效果是相當有趣的 而現在主題也不會太柔軟 也不會太硬 拍攝人的時候是剛剛好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原來這支鏡可以扭開 扭開之後有什麼用呢 其實它有一個搭配器 可以配搭下去 變成可以轉到Wigs of Facts的系統 現在可能沒有太多人用這個 不過不要緊 它還可以轉到再加碼 再加碼 加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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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說你用NICON 都可以用到 好像現在這支 就已經是 轉了做NICON NICON 變成有時候有不同的地方 可以玩不同的東西 這個都挺有趣的 還有一件事 就是其實 其實NICON 是會配搭不同的顏色的 這支其實 除了黑色以外 它是還有銀色的 其實是一樣的 只不過是顏色不同 你配搭不同的東西 黑和銀 如果你是用黑色機 配合黑色鏡頭 用銀色機 配合銀色鏡頭 其實會有不同的感覺 所以你會有不同的感覺 銀色會很明顯 黑色會比較沉實 看看你是哪個型號 或者當時的環境 是想要怎樣 大頭九之後 有一支PA PA 就是ASPH之前的款式 這支就輕巧很多 鏡身是輕了 同樣也是有伸縮套 不過是不能吸一吸的 一件一個 抽拉的 就是這支 這支它的特色是什麼呢 它的散景 其實是比較便利的 過度也比較順滑 其實也有味道的那種感覺 是挺正的 看看你自己喜歡不喜歡的感覺 有些可能喜歡散得誇張一點 有些喜歡比較舒服一點的 有些喜歡比較乾淨一點 舒服一點的 這個就比較過度 比較雲層一點的 也是一樣的 這支也是有一支 銀色的版本 這支就算不拿來用 拿來收藏 一樣是這麼漂亮的 這支是銀色的 是黃銅打造的 它的特質就是比較重 身一點 有份量 就算不用拿來摸一下 也很漂亮 金色 其實這支之後 還有一支APOASPH版本 今晚太暢雪 就沒有帶出來 變成了 下次我們可以再介紹一下 那支是比較銳利一點的 拍出來的東西比較鮮明一點 那麼多支款式的90mm人像鏡 你喜歡哪個type 喜歡什麼效果 十時間可能解釋不到 我歡迎你來到我們尖沙咀的分店 無論是尼溫店 或者是鮮品店 都沒有問題